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集中在大屏折叠设计上 但苹果的首款折叠屏iPhone却可能采用小折叠设计 类似于三星Galaxy Z Flip或小米MIX Flip 这种设计在折叠后便于放入口袋便于携带 这个设计将会为苹果折叠屏手机的市场定位带来全新的视角 在折叠屏手机的市场中 苹果又望凭借这款iPhone折叠屏手机迎头赶上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的主要特色 从概念图来看 这款手机无论是在折叠状态下还是展开状态下 都体现了苹果产品一贯对工业美学 屏幕的尺寸相对适中 折叠状态下为6.6英寸 展开后与iPhone17 Air的屏幕尺寸相仿 这款概念机的折叠脚链部分在控制折痕方面做得相当出色 苹果显然在这一点上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和精力 当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的屏幕完全展开时 屏幕上方的灵动导设计显得格外狭窄 屏幕两侧的边缘也非常窄 因此 整个屏幕的占比非常高 提供了更广阔的显示空间 无论是观看视频 游戏还是浏览网页 用户都能够享受到更加沉见识的体验 而且 这款概念机的折叠设计让其在携带时非常方便 无论是在口袋中还是手包里 都能轻松放入 方便外出携带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的屏幕规格 该设备搭载了一块2K分辨率的屏幕 像素密度为480ppi 支持120HC自适应刷新率 最大亮度可达到2500nit 适应不同的户外环境 这些高规格的配置保证了 无论是画面显示的清晰度还是流畅度 用户都能得到极致的使用体验 此外 屏幕的规格和外观设计 都给予了用户全新的感官体验 使得这款折叠屏iPhone更具市场竞争力 除了显示屏的强大功能 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的后背设计同样值得一体 它延续了iPhone16的垂直双镜头设计 配备了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 光圈为F1.4 底座采用11.2英寸CMOS图像传感器 这款储摄像头的表现非常出色 无论是在低光环境下拍摄 还是进行细节捕捉 都能够拍摄出清晰明亮的照片 超广角镜头同样为4800万像素 支持全新一代的像素融合裁剪技术 微距拍摄效果也得到升级 用户甚至可以进行一厘米的微距拍摄 极大丰富了拍摄的可能性 另外 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的后背 还配备了一块1英寸的小副屏 支持多种系统应用 并且可以用来接打电话和辅助后置摄像头的拍摄功能 这块副屏的加入让这款设备再保持美观的同时 还增加了更多的实用性 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的后背设计兼顾了美观与使用 能够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在配置方面 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配备了A20处理器 基于2纳米工艺制造 CPU和GPU的性能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同时 它还搭载了NPU神经网络引擎 使得苹果的AI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应用和发展 内存方面 这款手机配备了12GB内存 能够轻松应对多任务操作和高负载应用 提供更加流畅的使用体验 电池方面 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搭载了一块4000毫安式的电池 支持45瓦的有线块充合30瓦的无线充电 得益于A20处理器的低功耗设计 续航表现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用户无需担心电量不足的问题 总体来说 iPhone18折叠屏概念机无论是外观设计 屏幕规格 拍照功能 还是配置性能 都展示了苹果在折叠屏手机领域的雄心壮志 它不仅是一款科技感十足的产品 也在实用性和美学设计方面做到了极致 相信在未来的折叠屏市场中 苹果将凭借这款iPhone折叠屏手机迎头赶上 给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会购买iPhone18折叠屏手机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